- 台股新攻略,待您掌握全世界,来打第二只脚,打第二只脚,这是今天台北股市的价钱指数,开盘跌200多点,收盘跌55点,来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来分析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就知道了,这个地方,这是当天,美国股市道琼跌600多点,10月11号, 那这个肺成半导体跌4%,跟昨天的一模一样,所以早盘先跌200点,收盘总共跌600点,今天呢,美国一样道琼跌600多点,这个肺半一样跌4.4%,但是早盘今天这个,这一根跟这个的差别在哪里,因为这边要打第二只脚,让大家通了没,这就是第二只脚,这样我们听懂,这是当时10月11号的,一样道琼跌600多点,肺半跌4%,我们跌600多点, 开盘跌200多点,所以开盘跌多少,缩盘跌400点,今天开盘跌200点,缩盘呢,拉上来一个红棒,第二只脚,没有意外就在这边形成了,昨天的两个利空,今天早上的两个利空,就是高盛,涉及洗钱,在美国跌7%,高盛是道琼的成分股,道琼的成分股,重量体的涉及洗钱,那个投资银行都没有一个好咖啦, 恶名昭彰啦,Googleman stock也是啦,那都是一样啦,我们太了解了,做这样那么久,怎么不知道,对不对,2008年金融波报,也是这个投资银行,这所有的商业银行搞出来的,第二个呢,这个2012年的欧债也是啦,都是这些投资银行在那边乱搞的啦,是不是,而且都涉及洗钱,因为银行,这个银行那个洗单银行,速度最快,从洗钱中得到佣金啦, 你挤那些,他们在这些各地都有记住,从这个钱啊,你不长,你又能够赖它合,是不是,来,好,这样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是第二只脚,这是第一只脚,这是第二只脚,这是第二只脚,这第二只脚,直接上去的话,搞不好明天就直接大厂上去,为什么,因为苹果,苹果因为被天封证卷那个地表最强的苹果分析师叫郭敏奇,那郭敏奇怎么样, 他降品,可是啊哦,这个今天,今天媒体爆得热就提出来了,富士康在真人,抢救,抢救富士康,为什么,做不出来啊,一直在加班啊,今天呢,八个,他们那个那个标题啊,就网路上有啊,标题什么啊,同志别走,加班还有,即将过大年,是不是,一起挣大钱,挣大钱, 赶快挣大钱,加班还有,即将过大年,是不是,赶快挣大钱,那这个竞争的,争取的挣,怎么会加一个手啊,手字旁的,挣大钱,怎么会,苹果会偷受的不好,那富士康还在讨救兵呢,是不是,这个天封正天啊,郭敏奇最近已经被骂翻了,乱讲一堆,乱讲一堆,好,那同志们,我们就是,面对这些 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做 我们赶快加入我们单股VIP 就是超越双十一 给你收一记的费用 给你一年的服务 这样够好了吧 是不是 很多股票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1476的我们赚两趟的 今天也没底 平板 赚两趟的 你要注意我们跟大家讲的611 好的股票来回做 今天又开地又上来 最后又发口 没有意外明天就直接上去 这叫什么大雨姿 这支股票是什么 现在我们要挑一个 五十块八十块再来讲 一支股票八十几块 你买的现在一百元 一百零一百多了 至少装了十块了 一张就两万 还在加满满 是不是 还有一趟股票啊 今天你们看看我们的Nine 8 你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Nine 8 叫什么 叫做Nine 8 小老鼠YS无二八 叫做Nine 8 今天我们快赏活动 今天谁敢推这个活动 叫你赶快盘中来买 现赚4%5% 快闪活动 打电话来问清楚 加入我的Nine 快闪活动 先削再说 如果 我没有看错 我看错的几率很少 如果是加钱指数的今天这一根 有没有 是第二只脚那就不会有低点了 好股票啊 那个关股一直在买 最近我又在讲这一张股票 叫做光磊 为什么 大涨 关股买在这里 来到这里又继续买 在这里不买 关股啊 关股行库是不可能赔钱出厂的 它不像投信那些有那些压力 它就是买 有跌再买 买到后来涨 赚钱它才会出 它买在这里 从十月份开始就一直买在这里了 买在二十三块 今天纯十六块而已 往下啦 稍微留意一下 跟大家讲的 好戏马上要出现了 我们这样跟大家讲的 就是一个观念 不用担心 今天不一样 下个礼拜马上要选取的 政策会大举出来护盘 政策买的股票 赶快去做台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这个生计股 好戏在当下 我们不跟大家多说话 赶快加入我们的什么 LIOT 小老鼠Y1S528 赶快加入我们 准备打第二只脚上来的 好戏 单股VIP 只有一到两档 超越双十一的专案 超越双十一 一定要比双十一更好啊 一年一年只有这么一次 收你一季的费用 给你一年的服务 台股新攻略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